刘峰 焦龙号总指挥 他全程参与研发测试的焦龙号 是我国首个自行设计 自主集成研制的深海载人潜水器 他领先全球 最早打破了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 下潜深度记录 为我国海洋深浅科研事业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总指挥 您作为焦龙号的总指挥 在焦龙号的设计制造之初 应该是有很多的困难吧 您说的没错 由于深海的压力巨大 焦龙号设计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的 就是人员的生命安全 那么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采用了球形的 这种最稳定的三维结构 有了这个载人球舱的 圆形的设计以后 最关键的就是它的材料 那么这种材料它又不能太重 还必须要求 这种材料具有比较高的强度 刚度 焊接的这种性能特别好 比来比去 我们就觉得钛合金 就是一种比较符合要求的材料 那么由于这个载人球舱啊 它的壁厚啊 实际上是非常厚的 我们没有办法一次进行冲压成型 只能用12个西瓜瓣给它焊接 成了两个半球 最后再给它焊接成一个整球 在加工完了以后 还要开出来三个观察窗 同时呢 潜航员要下到枪里边 还必须有一个人的出入舱 因此这个球呢 又开了这么多的孔 所以这个对它的这个加工的 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们把这个球舱生产出来之后 最重要的是它得入海 对吧 就拿第一阶的海市来说 我们分成了下潜50米 300米和1000米这三个深度 那么你猜猜看 在这三个深度上 哪一个会是最难的呢 你们觉得哪个最难啊 说1000是吗 其实啊 根据我们的经历来看 50米才是最难的 怎么最浅的反而最难呢 因为这对中国人来讲 这是第一次 第一个载人的深浅器 没有规范 没有标准 还没有任何经验 我们只能靠我们的海市队员 自己去摸索 其实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水深的通讯啊 是一大难题 我们在第一次下潜的时候 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潜航器下去了 没声了 我作为总指挥 听不见他说话 没有任何信息 那当时的心情 你可以想象 但这就是潜水 这就意味着我们和交龙号失联了 那怎么办呢 大家尝试各种办法 大家群策群力 最后大家选用了一种 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 叫摩尔斯玛 大家可以听一点 就滴 滴 滴 用这样的声音的长短 来传递交龙号 现在的作业的状况 我们也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想办法去获得成功 确实 我们交龙号经过 反复的试验啊 改进啊 最后我们下潜到了 7062米 在当时来讲 创造了世界上 同类载人潜水器的 最大下潜的记录 在我这个角龙号下潜 7000米之前 美国的著名的导演卡梅隆 他自己设计 制造 自己下潜 到了马利亚那海沟最深处 11000米 但是为什么说 我们依然是全球 同类作业型 载人潜水器的世界纪录呢 因为它的直径 只有一米零八 不可能期待它 在海底长时间地进行科学的考察 因此我们把它界定成像一个探险型的 灾人潜水器 它的性能和我们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很多人都在问我 说你认为 焦龙号这个研发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认为不是这个焦龙号本身 而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科学家成长起来 有了进一步进军深海的基础 我认为这个是研发焦龙号最大的一个成绩 有了焦龙号之后 很快就又研制了第二台载人潜水器 叫做深海勇士号 当然了这个深海勇士号呢 它的下潜深度只有4500米 目的是去研制一个自主研发 自主创新 把国产化率提高这样的一个潜水器 第三艘载人潜水器 奋度者号也已经实验成功了 它的下潜深度达到了 所谓的全海深的这样子的深度 11000米 也就是可以覆盖100%的这样子的海域 你可以看得出来 和当初焦龙号研发相比的话 那么现在的国产化率 已经达到了95% 这么高 这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创造了 我们也为中国创造骄傲 其实我还想说一句 我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 要关注海洋 热爱我们的海洋 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 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 相当于我们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了 是的 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整个地球面积接近50 是公海 是全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那么我觉得 我们中国作为14亿人的大国 我们理应 在深海 有我们的权益 这些权益的维护 我想还是靠 年轻的同学们 同学们说好不好呀 好 那朋友们 我还想跟你们补充一个数据 就是光在2021年这一年的时间当中 蛟龙 深海勇士 还有奋斗者 这三台潜水器的总计下潜次数 一共是有170多次 平均几乎是每两天 我们就会进行一次深海的探测 那这个数字也是占了全世界大深度 在人生前的一半以上 我们的中国在人生前事业 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了